全白A13保齡茶室爆出食安危機 釀成了疑似食物中毒 目前已經釀成兩死 而且波及人數還在持續擴大 而今天保齡的負責人 包含了立訪宣 還有登記的代表人陳奕凡 都已經到法務局 來做相關的說明 讓我們聽一下稍早訪問 3月17到3月25的消費明細跟記錄 那這裡跟大家報告就是說 這段時間目前我們掌握 是有91筆的消費 那這91筆的消費 我們會立刻傳給衛生局 讓衛生局在專區上面公告 就是他們目前的經濟狀況 是屬於負債 那消保官也有要求 他們提供他們的資產負債表 所以到時候 我們也會掌握相關的內容 好 可以聽到 其實他們這次保齡友 提出了幾個點 比如說像是這個保費 為什麼沒有去續找保費 是因為公司的經濟能力 有問題目前已經是負債的狀態 而這代表可能不會有任何的償還能力 另外也說到了這次的消費 在這個區間總共有91人曾經到過保齡茶室來用過餐 後續也會提供給衛生局來做相關的調查 而最後相關的資產法務局也要求他們必須要在下禮拜三來交相關的資料 以利於後續的調查理清 你現在受害者這麼多有沒有什麼話要來講 為什麼不講保費 保齡爆出實安爭議已經釀成糧死事件爆發後 保齡老闆林放軒身影多日28號有委任律師陪同 終於出面到北市府說明 但媒體追問林放軒全程保持沉默 律師率先開口 律師指說會配合調查台北市法務局28號 傍晚招保齡與國泰產線等單位開會 但保齡向國泰產線投報的兩張保單已經過期 李放軒態度反覆一早跟法務局說不來 後來又說要來 在這兩張保單沒有效的情況底下 我們也今天請了遠東 還有遠東B3的大時代廣場公司來府內開會 那目前遠東百貨A13的保險公司 也是國泰產線 那大時代廣場 它的投保公司是新安東京產線 但要講清楚的 不知怎麼會引起食物中毒 還有更多爭議代理清 27號北市府下令保齡旗下餐廳都得停業 但卻露了位於微風廣場內的EVB 馬來西亞風味蔬食餐酒館 今天早上的時候我們發現它漏登了一間 那我們至於剛剛提到的會裁罰多少錢 我們會再做一個綜合的評估 那根據實安法最高是300萬 不只漏爆了 問了也沒有說 直到28號才補證 餐廳週四中午才停止公餐 違規最重能開罰300萬 但還有更大的缺失 恐怕讓被害人求常無門 特別新聞今天要聽蕭明鎮 SN小組台北採訪報導 法醫拉著行李箱提著大包小包 一早抵達新北市板橋殯儀館 保齡查室案有最新進展 9點半要對首例死亡個案進行解剖 一個多小時後第二批檢察官現身 抱著一大碟文件匆匆進到解剖室內 因為緊接著11點要對第二位死者 66歲的陽性男子解剖 經營6小時全數解剖完畢 根據了解保齡查室案的兩名死者 他的遺體的狀態不太一樣 第一例的女性男子 他的遺體是沒有腫脹的 但是第二例的陽性男子 他的遺體是有呈現腫脹的情形 包括說他的眼睛有凸起 躯體以及四肢都有腫脹 懷疑可能跟莊葉克膜有關 食藥署目前懷疑是食物中毒 食物中毒分成三類 包含病毒性 例如懦羅病毒 細菌性像沙門氏菌或農藥中毒 陽性死者二十號就醫時 因為懦羅病毒盛行 醫生檢查後開立腸胃藥 一度有控制拉肚子的症狀 二十二號肝指數飆高 二十七號宣告死亡 七天內十好十壞 對比第一例的個案 女性死者 只有三天就病逝 確實病程有很大差距 專家懷疑比起米少菌 人類病原體的先人長菌 還比較有可能構成這樣的狀況 認為衛生局最需要釐清的 是食物保存的SOP 如今兩名死者在二十八號 相繼解剖完畢 根據了解 會隨著個案的不同 法醫會對不同部位進行採樣 但由於保齡查氏案 深受外界矚目 檢警也格外謹慎保密 只盼報告出爐 能一一拼湊真相 特別新聞 總報道 指揮新一分局 第一天到保齡查氏查扣了監視器 第二天則是查扣主機 就是要偵辦 有沒有人為下毒可能 新一區A13保齡查氏 疑似食物中毒案件 造成兩人死亡 還有人住在家戶 病房搶救 檢警似乎怕驚動民眾 選在深夜連續兩天 到餐廳內查扣釐清 二十七號凌晨 益敵延地檢署會 同衛生局食藥署 台北市行大及新一分局 到保齡查氏 以證人身份 約談負責人 廚師 經理跟店長 也在現場查扣監視器 跟進出貨單 不排除還會再約談 曾經經手過的員工 隔一天 檢警再度回到保齡查氏 因為監視器的影片容量過大 整整超過2TB 無法複製 所以扣回監視器 主機讀取留存的畫面 通通查口帶回 有時要署及衛生局 追查食物有沒有問題 檢警單位就擔心是人為下毒 有台北市行大 負責到醫院訪談清醒的受害人 要釐清當天到保齡查氏的 用餐細節 而台北市新一分局 負責分析查扣的2TB監視器 24小時都不能放過 將交叉比對 有沒有任何可疑人士出現 這些我們查網 這些資料會進行去做分析 除了是不是在衛生單位調查 這個是一個 是不是一個毒品的 一個食品案件之外 我們也不排除 是有人為的因素方向 來做一個調查 不止刑警大隊介入調查訪談 詢問受害人及家屬 就連有中毒現象的病人 所住的醫院轄區 也有派出所掌握狀況 有最快速度查明 事罰原因 TVBH 吳中英素配語 台北採訪報導 保齡查氏案 兩名死者排在同一天解剖 雙方家屬都希望 能釐清真正的死因 她是66歲陽性死者的女兒 父親21號上午嚴重到汗 緊急送往新光醫院 一度以為心肌梗塞 隔天精神不計 23號進入家戶病房後 病況持續惡化 肝腎衰竭 直到25號裝上葉克膜 沒想到隔天天人永隔 同樣面對家人揍事的還有她 談起過世的丈夫 含淚哽咽 不明白先生 怎麼會走得這麼突然 39歲的女性男子 22號中午和同事 前往保齡查氏用餐 不到72小時不治身亡 病程發展之快 家屬一時之間根本無法招架 質疑衛生局從馬屆醫院 取得的資料顯示 死者當天到院前死亡 再加上是快速肝衰竭 為什麼沒有立即做食物中毒通報 傳出女性死者的妻子 無法認同醫院第一時間的處理方式 指控三重醫院和馬屆醫院 醫療程序有疏失 想提告究責 誰否真的因為保齡查氏的食物 導致身亡 兩家人答應解剖釐清 不能讓死者走得不明不白 更希望能找到真正的答案 TVBS綜合報導